他出海的時候釣到一條大魚 長者們分成六個小組 輪流到台前分享自己創作的繪本 儘管有些害羞 大家還是認真的介紹自己的作品 而台下的長者也聽得津津有味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 與大同安全與健康處境會 共同舉辦一系列長者樂靈課程 最後一堂課 一起熟靈 以幸福為主題 由長者們動手製作繪本 並上台發表分享生命經驗 老師是給我們三條線 有交叉到就畫一個成品 我就畫了一條魚 結果是多了一條繩子 我就想說是釣魚 做了家庭主物以後都沒有再做這些 想說那個畫圖畫畫也都不會 可是就是遇到了 就印著頭皮就好像畫出來了 那也是說參加這個也是 自己多了一點自信 回去跟女兒跟先生也都多了很多話可以聊 就是也比較開朗了 大家出來可以多看看情形澀澀的人 還有一些帶人處事的方面 還有老師教導了一些薪資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也是還有好多人沒有受教育對不對 有走出來可以多吸收一些新的知識 這一次那個健康中心很用心 課程都非常很實務實 還有可以增進我們一些動腦的機會 又有稍微有動一點 不會說在家裡躲在家裡拿那個手機 我是沒有 我是還有在健康中心做志工 今天的課程是我們的熟齡繪本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九州的課程 讓長者們就是互相熟悉 那請老師這邊做引導 那以幸福為主題 讓長者可以互相的一些 就是進行生命經驗的一個分享 那我們也請我們馬接護專的學生 在中間跟長者進行相互的一個 就是交流跟就是溝通 那透過這樣子的繪本的一個呈現 讓他們在繪本中 將生命中幸福的一個經驗 然後融入在繪本裡面 那讓長者透過繪本的一個表達 可以說出自己在參與活動的一些幸福 或是幸福的一些生活經驗 那也讓長者勇於表現 可以呈現自己的一個幸福生活這樣子 其實對於長者最重要來講是 長者他可以透過我們的課程 當然獲得健康的一些知識以外 最重要他們剛有講到就是 他可以透過這個活動願意走出來 然後認識朋友 那透過在這個課程 認識新朋友互相的一個交流中 其實對於他的一個心理的一個 就是應該心靈的一個提升上面 是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他願意走出來 願意跟朋友做溝通 我想這是他們在課程中 一個最大的一個收穫 這一次啊 因為也是配合計劃 那希望可以帶動長者 他們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創作 然後有分享 所以我們設計的主題 就是跟幸福相關 那其實這些長者 他們平常來上課的時候 比較少有這樣的機會 接觸這些媒材 所以我們帶了很多不同的媒材 然後先讓他們從繪本的導督 然後去體驗說 這個延伸活動的手作的設計 所以每個人出來的作品 他們會先做一輪的篩選 然後再挑選出來 讓他們編織成一個 跟幸福相關的故事 通常長者在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提到說 他不會寫或者是不會畫 都會對這種創作的東西 會比較抗拒 可是藉由像繪本 有這樣的故事的一個帶領跟引導 他們比較容易放鬆 然後跟著這個故事的一個方向 然後來去做一些創意的發想 所以通常在經過體驗之後 蠻多長輩 大哥大姐都會回饋說 原來繪本也可以這樣算 原來這個 我回去也要跟我的孫生 那他們就是跨代間就會又有一個共同的話題 所以我們推廣這個其實也是希望 他們在有這樣的繪本體驗之後 不管是可以跟鄰里 朋友 或者是家人之間都有在 有一個更新的媒材 是促進大家之間的互動 活動中還邀請馬捷護專學生 協助陪伴長者 藉由互動過程了解長者的需求 學生也意外地感受到長者滿滿的活力 因為之前也沒有接觸過社區的長輩們 那因為這是剛好實習的關係 所以有機會可以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就覺得其實長輩們都是很有趣的 然後也都是很有想法 然後像是在上課的時候 他們也會就是跟著老師的內容去做 就是有點活到老學到老那一種 也就是會做筆記啊 然後或是用手機拍起來 然後就是一直在做學習 然後在旁邊看也覺得 就是覺得長輩們很厲害 就是觀察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不同角度方面看事情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在家裡就是比較少 跟大概這個年齡層的長輩做互動 所以其實在最剛開始的時候 就會比較害怕 怕說就是我第一次見到長輩 我們會不會很尷尬 但其實不會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的 就是跟我同一組的長輩就非常熱情的 就是跟我打招呼 然後開始跟我分享就是他們的生活啊 然後關於就是這個課程啊 他的想法 就是他們會告訴我很多的事情 那我在他們的身上也感受到了就是 算說他們的年紀可能比較大了一些 但其實他們的內心都非常的年輕 像是他們會穿著打扮 然後穿著自己喜歡的衣服 漂亮的衣服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就是從活動的過程中呢 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們對於就是 生活上一些比較年輕的一些想法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與大同安全與健康促進會 今年度的樂齡活動 透過烹飪美食手作等豐富課程 開啟長者無感體驗 鼓勵長輩走出家門走入社區 展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